我国国土面积十分的辽阔,而在这广阔的土地之上仍旧有很多区域没有被人们所发掘,其中也不免会有一些特别的地方让人影响深刻,因为这些地方一些神秘的现象让人难以理解。 而在我国就这么两处地方非常的神秘,就连科学家都无法解释,至今仍旧是个未解之谜。 其实说到这两个地方,很容易大多有所了解,首先就是位于我国湖北省的一个旅游景区,虽然是旅游景区,但是这里很多现象令人难以理解,它就是非常著名的神龙架。 据说在这个地方就有野人的出现,而这样的现象是令专家们苦恼了好一阵,毕竟很多都声称在这里似乎真的看到了野人出没,但是当专家们苦苦寻找知识,却是毫无所获。 而除此之外,这里还经常会出现大雾,导致近山的人时常找不到路,因此把它称之为我国最神秘的地带之音也毫不为过。 而除了这个地方之外,在我国的云南省还有一座非常独特的湖,它更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叫做明人湖,因为这个湖泊可以让人在此呼风唤雨, 一时间可谓是人声大噪,据说只要一个人站在湖边高声呼喊,原本非常平静的湖泊就会下几千盆大雨, 而面对这样的现象就连科学家也无从解释。